大家好 我是JPCrypto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想知道短線上長線上怎麼佈局的話 請一定要把今天的影片看到完 你才了解專家團隊是什麼樣分析及佈局這個市場 今天內容非常非常精彩 先講一下昨天比特幣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昨天是先有一個平收三角 然後一度跌破 跌破之後馬上拉回 出現這麼大一個多頭量 然後呢 拉上去之後呢 盤整之後又馬上砸下來 所以這是什麼 Break out once twice 這等於是3B型態 這其實真的 蠻很難預測 整體說我們可以把這邊看成一個階段性壓力 我們如果看這些籌碼面的話 看得出來 下面的買單是掛的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賣單 然後這邊的話 目前有兩個層買單都被突破了 然後目前的話 上方是有一個賣單存在的 也就是我們昨天砸盤的地方 大概是6萬8到6萬9千6附近這個區間 整體來說是應該是有一些大佬機構 有了解到這個恆大他們這個違約 要承認他們違約這個事情是要被爆出來了 所以他們就預先做一個短暫的出貨動作 但整體來上我們看 剛剛是說這個bitphenix 這個交易所 他們籌碼目前還是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況 你看 昨天到現在其實原本是有一波拉升之後 昨天有一個平倉 昨天平了這麼多 今天也有陸續平倉 但是目前的話 還算是一個蠻高的狀況 我說他的一個多頭持倉 相比之前前幾年 還是一個非常高等的狀況 還是在3萬以上 所以我覺得還是 不太需要擔心太多了 如果他這個一直平上平到下面去 比如說不到1萬顆的部位 那你可能知道擔心一下 好那這是比特幣的一些籌碼的部分 然後新聞也講完了嘛 然後來到盤面的話 一樣我們先講大周期格局要怎麼佈局 維持原判 目前的他這個格局還沒有被打破 如果看這個最簡單的均線策略 目前的話都還是在這些均線以上的 所以是沒有必要擔心的 你看還在均線以上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 短周期上要怎麼佈局 是比較好的 好給大家一些建議 目前呢 大家仔細關注一下 昨天這樣插針下來 是插到哪個位置 把這個稍微拉上來 這插穿插到0.78的附近 如果我們拉稍微寬一點 大致上是接近0.68 會接近0.68 好那目前的話 還算是比較健康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如果搭配支撐位做一個判斷的話 目前的話 在63,250 63,300附近 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一個攻擊區間 也就是一個非常強的支撐 因為是壓力吧 你看打到下來 打到下來 打到下來 插到好幾次 突破之後 一度插破馬上收一個很長的線 引線很長代表說什麼 代表買盤很強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插針 所以我接下來會比較看好它會有怎麼樣的走勢呢 我們稍微以一個短周期的一個 背部拿起小空頭來做一個判斷的話 目前回彈來到0.5附近 我估計它這個地方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一個小盤整的 可能會需要這樣子 最高來到上面的位置 然後下來 再次來試彈這樣一個位置 大概是63 500 63800附近 就是這個綠色區間 然後 組一個底之後 攀整之後 再次開啟上場 基本上我認為它接下來行情不會有太大一個變故 得到這樣一個回彈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為什麼 這個資金費率啊 得到很大的一個修正 很大的修正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啊 6萬的地方 完全不要擔心 為什麼 整體多頭結構沒有被打破啊 然後漲上來之後 你才需要擔心會不會有一些出貨的問題 目前跌下來 收了這麼長根引線 然後得到一個支撐 還是有支撐存在的 所以 放了這麼大量 還是無法跌破這樣一個區間 所以我認為 大概就是64300到63300附近 這一千列的區間 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支撐 所以跌下來的話 不許你多單 一路拿到75000以上 OK 拿到75000以上 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拿上去 如果我們 以這個回踩當作是一個回踩 確認成功的話 那我們在 這個區間 我們就抓到大概63800好了 布局多單 等它回落下來 我們這樣抓一下 大概 日後 短週期上會看到哪些點位呢 可以把這些 目標價做簡單一個刪減 可以看到 大概可以看到大概 七萬六附近 七萬三七萬六附近 都是可以的 然後這個紅色箱體 到底是我看大週期 看到目標價 怎麼看呢 怎麼看的 再跟大家做一個簡單複習一次 是這樣看的 回踩到這個位置 回踩到382.34的位置 然後呢 將會看到這個七萬七七萬四的位置 OK 這是大週期的部分 比特幣的話 目前我認為 非常健康 如果 沒有佈局 現貨什麼的 還猶豫要不要買 趕緊買 OK 等它回踩之後 期貨佈局 目前的話 你可以等它回踩 下降區間 如果你覺得 有這樣的浮虧 你沒關係的話 大概就是 估計最多 就大概有 大概3%的浮虧 就沒關係 那你其實也是可以現在掛起貨的 你就 再來這個區間 佈局你多單 然後等待它 突破顯高上去 OK 這個區間是需要一個 時間的資產換手 所以你也不太需要太著急 它是有很高機率 會再來回踩一下 這個區間 然後再次反整之後 高位的洗愁 然後再次的 破新高 只要肺率維持降低狀況 不要太過熱的情況的話 那我認為它接下來會看到非常高的位置 是沒有問題的 好這比特幣部分 然後接下來看到以太坊 以太坊 先看到以太坊的比例是一個對價 目前是得到了一個強勢的反彈 所以我認為 你看這邊 原本一度是要跌破 然後現在有反彈上來 所以我是認為 接下來以太坊會來到上方的位置 可能就是大概0.77的位置 會走的比比特幣來強勢 然後以太坊昨天走勢 有一個下跌 但是 但是 一樣它的下跌幅度是比特幣來的小 它身為一個山大幣 著實不容易 著實不容易 所以 它仍然是在一個非常健康 一個上漲的通道之內 我認為它 是有這個可能性 是有這個可能性去突破 這個通道頂端的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所以如果維持這個肺率 是在低檔中 你看以太坊現在是在0.03 0.02附近 還是一個可以接受狀況的話 那麼我認為它是有機會 去突破上方的這個区間的 這是一種 當然還是要看比特幣走勢 基本上我認為現在以太坊 比特幣還要強 比較快 所以它是很高高率 會來到5400附近的位置 需要把原本的策略做些更改 5000 這個地方的壓口 我認為是 有蠻大的機率可以突破上去 這是以太坊的部分 然後對比特幣的話 搭配比特幣來到 來到7400 7700 如果我們算一下以太坊的 這個對價算一下的話 我們簡單做一個運算 如果是比特幣大概 我們就算7500 7500到7700 我們算7500好了 7500 7500的話 乘以 假設我們預期它會來到 對價來到這個區間的話 來到0.077的話 我們乘一下0.077 以太坊可能會來到5700 5800的位置 就是逼近6000的位置 是有這個機會的 所以以太坊的話 目前我是非常非常建議大家 可以增加你的一些信用的佈局 期貨的話 只要接近這個通道的底端 就可以進行購買 如果比特幣它接下來 試探63500的位置 以太坊來試探這樣的區間的話 那麼會是你非常完美佈局 多兩個點位 大概就是4500 大概4580左右 這樣位置 這樣會看到上方5000的位置 OK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這是以太坊的部分 目前的話我也是 預期啦 以太坊是也有可能 出現一個小回落下來 再上漲 OK 這是以太坊的部分 然後 一樣我們用飛貨那些 做一個簡單的小的預判的話 你看 現在空頭區是 打到618附近 打到之後出現 好像有點障礙 所以可能會出現這樣一個狀況 就可能回踩一下 回踩一下 然後 這樣子上去 這樣上去 到5000上面的點位 然後我們在 現機行事 如果看到一樣 資金費率過熱的話 那我們還是需要 做一個考量 對 然後我們 還是需要講風險的部分 這個 Bitfenix 這個以太坊的一個 空單的一個佈局 他們的部位 一直在增加 從 11月4號到現在 已經增加了這個空頭部位 有大概58000多個了 所以其實這個部位是蠻大的 蠻大的一個部位 你看上次增加這麼多部位之後 907就產生一個暴跌 暴跌之後他們就開始停商 所以 還是風險 你不能無視 我認為它 回踩還是一個 非常好佈局 多難個點位 就是回踩的話 回踩的話 不好意思 回踩的話 回踩下方的區間 我們就抓大概 有點煩 實在太亂了 如果回踩到下方 我們假如看別的圖 回踩到下方 估計就是大概4600附近 4580左右這個位置 你可以再次佈局多難 然後回踩之後 再次上行 這樣子 我認為是蠻高的機率 可以再次往上走 走到5000附近的點位 是沒有任何問題 然後再觀察 我認為現在的情況的話 以太坊是有機會突破5000那個點 但是還是要觀察 整體來說的話 隱憂要跟它講了 這個空頭不會再增加 然後 我原本的這個隱憂啦 原本這個 日線級別這個縮量的 多頭持續縮量看 多頭一直在縮量的情況 其實沒有打破 你看一直在縮量 然後空頭昨天時候放量的 好 觀察去年一樣再次提醒 去年的話 產生類似狀況 多頭縮量的情況 日後是出現了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回落的 所以還是要先準備 隨時 昨天是輕了一波槓桿 所以它假設回踩的話 會是非常好 布局多爛個點 原本費率很高的話 我可能會叫你 可能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目前的話 你可以比較大膽 為什麼 因為現在車上人比較少了 很多人才剛剛被爆傷 他們不敢下單 等到要快到5000位置 他們就開始追進去 那麼那時候你再開始自營 或是考慮要不要做一些套寶 怎麼樣 到時候再說 好 這是以太坊的部分 整體來說的話 我認為現在是一個非常好 布局 現貨或合約都是很好的機會 因為已經經過一次 合約槓桿已經清零了 OK 然後再來看到 BIT的部分 一樣 看好它會來到3.1 最高到3.4 3.5附近的位置 是可預期的 可預期的 簡單化一個 非常不安心的回測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回測來到 大概是0.5的位置 上方的話可以看到 大概3.4 所以沒有問題 好 整體來說的話 3.1到3.4 我覺得是可以的 希望可以買 然後搭配它的一些基本面 我就不做太多的介紹 先講過很多次了 然後其他的畢種 什麼DOT啊 什麼昨天插這麼大一根針啊 你看費率都已經歸零 你就清得差不多了 假設回踩都是買的機會 都是買的機會 好不好 沒聽錯 回踩的話都是買的機會 都是買的機會 好 以上今天內容 希望大家喜歡 我今天蠻簡潔俐落的 目前的話 看法 我就這個方向 也就是不舉很多單 不舉現貨 看到以比特幣破7萬以上 上方的觀點是不便的 好 以上今天的內容 希望大家喜歡 加密貨幣行情起伏巨大 策略分析是實際要性 如果我不想錯過 最佳的推薦機關資訊 請按讚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歡迎加入最賺錢 最專業的 華人虛擬貨幣行情交流頻道 我們下次見